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有一种 有点太把这边当作自己家的感觉 就是刚刚在后面已经 就是打闹起来这样 因为我们刚刚也是 蛮久没见 我们就聊一些别的事情 但等一下可能 我会来问他一下 聊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聊一些最近的情形 还好吗 就是工作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讲一些 这边不能播的话这样子 这边不能播的话 我们就会特别想听 打妹打妹 今天算是凤凌小的 其实蛮难得这样三年 都在公开的串和合体 所以刚刚三位有稍微聊一下吗 有有有 感觉还蛮特别的 好像是第一次 三个人一起出席活动 然后有这个机会 是跟平常很不一样的样子 好好的打扮 来参加一个party的感觉 然后也很像同学会 最近在五省啊 因为从第一集出场就还蛮可怕的 真的吗 对啊 女鬼红眼睛下 有啦 第一集出场是有点可怕 但是后面应该还好 比较皮 那比较少就是挑战这种 反派的角色 因为最近要开始随去 要揭露你的真实目的 有没有收到不一样的回馈 有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角色 他是比较顽皮的 看起来是比较 可能坏一点 但在我心目中他不是坏人啦 然后观众可能 观众的反应我也蛮意外的 他们好像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第一次看我做这样子的表演 还蛮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戏 戏里面我跟小纵会有 更多的反转 我自己还蛮期待的 那其实最近光探跟假眼 都推出了新歌 没错 剩你没有的 抱一下跟一派轻松 对 剩你没有的 你都听过他们两个多了 听过了 对 然后也都转发了 对 该做的任务都达成了 对 今天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时间听一首 三分钟的时间听一首 那我只能回答 就一分半分别各听 对 各听一首 对 他们也出了很多啊 姐姐是 是 是 跟八三要一起 然后哥哥是 一个专辑的 姐姐是EP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我都会听 因为我觉得 嗯 也都听过他们唱歌 然后他们自己的 这个所谓他们 算是他们的一个新的创作吧 那我觉得 我能够参与到 然后除了戏剧方面的 那音乐方面的也能一起参与到 能去听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 还蛮奇妙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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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